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陪伴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 在心灵丸岛的节目当中向你问好 不知道你平常是否有逛书店的习惯 佳佳很喜欢一有空就去逛逛书店 那么在逛书店的过程当中 佳佳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书店 他们都卖好多圣经 那么说到这或许正在收听节目的 你会很好奇 那就是一般书店也买得到圣经吗 那么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可能你觉得佳佳现在口中所说的 这么多的圣经 指的是在教堂当中 信徒们所读的圣经 不过呢 佳佳要说的这个圣经 并不是基督徒或者是天主教徒所说的圣经 而是你是否有发现 现在呢 在市面上有越来越多的书名 他们是用圣经来做标题 像是图案圣经啦 求职圣经 营养圣经 理财圣经 甚至连你如果今天要出国留学 要考托福 要考ELS 也会有托福圣经 ELS圣经这样的标题呢 网络上呢 曾经有一个跳伞的笑话 那就是在一架飞机上呢 有一位飞行员 律师 小学生和牧师四个人 后来呢 在架飞机飞了一半 忽然发现引擎出了问题 这位飞行员就告诉大家要准备跳伞 但麻烦的是 飞机上只有三个降落伞包 那么这样一来要怎么分配呢 当飞行的情况越来越糟糕的时候 飞行员呢 首先抓了一个伞包 打开舱门就往外跳了 接着呢 律师也急着抓了一个伞包 跟着跳了下去 此时呢 飞机上的牧师闭目响了一下 他说 小朋友 你还没有长大 还有远大的前程 你赶快跳伞去吧 我呢 可以去见我的上帝了 这位小朋友一听牧师这么说 他马上回答 牧师 飞机上还有两个伞包 我们一人一个 此时呢 牧师非常的惊讶 他问 这怎么可能呢 小朋友回答道 刚才跳下去的那位律师 他抓的是我的书包 亲爱的朋友 在飞机上讨生呢 如果有人说 雨伞可以 太阳伞也可以 一样都是伞嘛 你都可以抓到这些伞往下跳 你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当然是不会的 那么同样的 在坊间呢 所卖的书 很多呢 不少以圣经为名 但是呢 他们其实跟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 像是在节目一开始说到的 理财圣经 求职圣经 营养圣经 还有像是寿生圣经 图腕圣经 托付圣经 甚至像是圣经密码 达文心密码等等 这些呢 都是假借圣经之名 而且呢 在这当中有一些 还曲解了圣经的意思 这说起来呢 真的是有些遗憾 那么说到这 朋友你是否认识圣经 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 圣经不同于一般的书籍 因为圣经是上帝启示给人类的书 记载的是宇宙万物及人类的起源 人类是如何背离了上帝 堕落以后人的景况 那么上帝也是如何以耶稣基督的身份 来到人间 如何被钉在十字架上 以及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 那么人又要如何回应上帝的 牺牲之爱 人类的未来又会如何 在圣经当中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 全部圣经呢 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在教训 责备 矫正和公益的训练的各方面 都是有益的 为了要属上帝的人装备好 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 因此呢 这样的一个启示跟教导 是适合每一个世人的需要 没有任何的种族或者是国家的分别 有些人会说 圣经呢 就像是降落伞 要打开来才有用 这句话呢 真的蛮贴切的 没错 圣经是改变人生命 救人灵魂的书 但是 人若图有一本圣经 却不打开来读 怎么会明白里面隐藏着上帝的真理 道路和生命呢 要怎么样会知道这当中还有无穷无尽的丰富和宝藏 这就像人拥有一张宝藏图 却不出发上路去找去挖 只是一直喊穷 那又有什么用呢 因此 亲爱的朋友 圣经绝对不是一个装饰品 还有 喜欢文字游戏的人呢 可别错过一下这个题目 那就是圣经 Bible B-I-B-L-E 是哪些字的缩写呢 答案就是 B-A-S-I-C-I-C-I-C-I-N-S-T-R-U-C-T-I-O-N-S Before B-E-F-O-R-E Leaving L-E-A-V-I-N-G The Earth Earth Basic Instructions Before Leaving the Earth 意思呢就是 离世之前的基本指示 也就是 人活在世上的基本法则 那么它的简写就叫做Bible B-I-B-L-E 圣经 亲爱的朋友 听完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 加加也鼓励你 不妨也可以拿起圣经来读一读看一看 那么如果你手边没有圣经的话 现在在网路上也有非常多的线上圣经 可以免费提供你阅读 愿平安邪乐的上帝祝福保守你 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都有真实的平安邪乐伴随着你 那么今晚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再置手 盼望在与你的歌曲当中 呼到晚安 我们就下回同一时间 心灵丸岛 再加与你空中有约咯 神要恩惠和慈爱 他以怜悯为怀 他要与我们同在 靠在他胖的胸怀 神是大能的主宰 我要全然依赖 他要与我们同在 直到他的再来 神要恩惠和慈爱 他以怜悯为怀 他要与我们同在 靠在他的胸怀 神是大能的主宰 神是大能的主宰 我要全然依赖 他要与我们同在 直到他的再来 神求你自小忍耐 自小能力 永远不偏离 让我甘心了意 静静地跟随你 将一切献给你 我们的盼望在于你 神要恩惠和慈爱 他以怜悯为怀 心灵丸岛 祝福你 天天经历神 步步与主同行